我们要跟人做生意啊 害得我们啊 我今天拿东西障碍你吗 你就是错误的 这个地方是我们大家运动的 连你这个地方都是我们的 嚣张广场舞大妈闲商场灯光谎言 上去就把人灯给关了 还叫嚣有本事就搬走了 结果惹怒暴躁保安 这下好看了 广场舞大妈一直以来都是个令人头疼的存在 因为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就以老卖老 不仅播放高音喇叭扰民 还各种霸占公共场所 你说他们吧 他们就各种强词夺理 简直不可理喻 这不 在广州攀于华南碧桂园小区 就发生了令人愤怒的一幕 几名广场舞大妈闲店铺灯光太谎言 就要求老板把灯给关了 老板肯定不愿意啊 不开灯还怎么做生意啊 谁知这帮大妈竟强行将人家的店员给关了 嘴里还阵阵有词 你不关灯是不对的 别说你这个店了 就连整个楼层都